台灣一直以來製造業聞名 經濟基礎也是以製造業為主 近年來大家都在討論自動化、智慧化、工業4.0 今天我們就來詢問業界的師傅們 究竟什麼是智能工廠 首先是位於台中東區的鐵工廠師傅 老闆你知道什麼是智能工廠嗎? 智能工廠就是一間沒有人的工廠 但是它會自己工作 而且自己印鈔票 老闆只要選擇收錢的工廠 叫你喝康我媽咪咪 接著我們來到焊接廠詢問這裡的師傅 你知道什麼是智能工廠嗎? 我在學問的時候有人幫我做了嗎? 乾杯呢 接下來我們訪問到人稱男人中的男人 工業中的蕎楚的台中閒人 來告訴我們什麼是工業4.0 你知道什麼是工業4.0嗎? 工業4.0喔? 我們這種人嘛 做工業的人嘛 你看這是什麼? 騙大海? 沒有 4.0 4.03分 對 所以我們就是工業4.03 櫃話連篇 接著是來自交通大學機械系的 超認真實習生 劉備同學 你知道什麼是工業4.0嗎? 什麼4.0? 我只知道工業5.0 難怪你在這邊工作 於是 這位不死心的台中閒人 又突然有話要說 那你知道什麼是工業1.0嗎? 像這樣什麼? 工業1.0 它就是人稱叫機械化 在當時 1760年之前 其實人類工作都需要動物 人力 畜生 然後這些東西來運作 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 就是開始用正氣機作為動力 所以就產生了工業1.0 那你知道什麼是2.0嗎? 2.0 2.0 就人稱為電氣化的時代 當時 內燃機發明 就是 哈雷有沒有 3.0 4.0 那 在2.0的年代當中 人類就開始有系統性的 比如組織犯罪 還是 組織工作 也就是說 有一的人做主張 有人弄材料 有人把它鎖在一起 然后变得像一个流水线一样 这样一路运行 所以那个年代 汽车、飞机、摩托车 就是各种重型轻型的机械 就是大量发展 同时呢 通讯、电话、无线电 就是这种小的电子系统的东西 也发得很不错 所以我们就能成为工业2.0 接下来我跟你们讲三点 三点 1950年的时候第三次工业革命 那个时候呢 就太空技术出现了 电脑技术出现了 网路的世界开始了 所以当时CNC叫什么? 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 就是电脑的数位控制系统出现了 也就是人称的工业3.0 工业3.0代表做什么呢? 自动化生产 3.0了嘛 给脑马来帮滚头刀啊 所以接下来就发展到4.0 4.0嘛 就是你手机拿出来云端系统 你的机器现在有在工作 没在工作 你就可以在这个虚实整合当中 人跟阴阳之间 下班即上班 上班即下班 你叫什么意思? 加班 就是加班 无时无刻 你都可以看到你的工厂在干嘛 你的机台有没有在做 全部通通上云端 所以你拍这个? 频道的片啊 频道的片? 对啊 谁拍? 前面是哈拉台啊 那我呢? 換你啊 你今天要上班啊? 你现在才知道 一次我们就找到 音乐这瓶的智能工厂系统 来问问看看智能员工 什么叫做智能工厂 大家好 我是阿萍 没有人问你 什么是智能工厂? 智能喔? 嗯 那在你幻想里面的智能工厂是怎么样的? 幻想 考到求救了 阿萍放弃 接着 我们欢迎阿萍的好伙伴 来跟大家讲解 什么是智能工厂 你知道什么是智能工厂嗎? 欸 不清楚 我是新人 所以没有 所以我很了解 结论 没有结论 那你叫什么名字 叫怡静 怡静喔 那你住哪里? 住高雄 那你有下载工业APP吗? 那个工厂那个APP吗? 对 有 那你应该有下载LINE吧? 有 那我们LINE再来一下 其实所谓的智能工厂呢 跟你说以前看到的传统工厂 它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而又差在于它有没有使用工业APP 工业交友APP 喜欢往左华 不喜欢往右华 不是 这是一个帮助你加新的APP 怎么样加新呢? 也就是它需要一个第三方的数据 所以来告诉你的工作效率 你可以提升跟老板要求说 我会花一样的时间 我的效率比人家高 我也要加新 而身为老板呢 或者管理阶层的人呢 你可以透过这个APP 随时去监控你的每一台机器 它的使用状况跟操控状况 甚至包含了你每天的保养状况 还有呢 现在几台机台在显示 几台机台正在工作 几台机台超过进度 几台机台进度落后 所以身为员工的你 如果今天有的时候 老板提供的机台就是有问题 三天两头在故障 老板还要嫌弃你的工作效率不好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出工业APP 去跟老板说 老板我八个小时上班 有六个小时你的机器都是坏的 或者是呢 老板你在蹲厕所的时候 你就可以随时看着你的二十几台机台里面 有哪几台目前没有私干 有哪些机台 他正在努力的为你工作赚写者 那你就可以更明确的 算出你的摊体跟你的公司成本 还有呢 你的哪些机台 什么样的时间点需要保养的 所以呢 老板你除了可以看到每一个设备的状态了 你还可以去看一下每一个设备 他在进行的进度 或者是你今天的预计完成的路线 他到底有没有符合 老板说这间工厂有二十七个CNC 你就可以再点出这一个东西 他中他前置的时间大概有多久 他加工的时间大概有多久 他目前的进度大概是落后还是超前 三天两头呢 许多政府跟许多网络事业都在跟你说 你的工业要走到4.0 但是你以为每一间工厂 都有这么多的钱去走到4.0吗 虽然呢 在业界里面工业中的软体众多 但是今天就介绍大家一种 非常便宜CP值又高 而且NEO可以分成像会员词一样取消掉 用了喜欢继续用 用不喜欢就把它取消掉 就像我们的会员一样 拜托大家不要取消我们的会员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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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种随时可以取消的APP呢 你家的工厂如果有两台CNC也可以用 20台CNC也可以用 200台CNC也可以用 2000台你想用也是可以用的 而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每一台的数据呢 都把它记录下来 作为一个年底考察员工 或者是员工年底考察机器 的一个很正当的质量数据 而管理阶层跟老板 就不用每天在那边巡视 关心员工 员工也不用每天假装 在老板面前认真 或者是今天 你刚好心情不好 在摸鱼的时候被老板看到 搞得你一年的年终都没有 所以大家所看到的智能工厂呢 并没有像现在 以前所看到的这么样的遥远 基本上呢 你只要下载一个APP 每个月付一点钱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非常公正的第三方数据 这样子的员工 你更能够证明 你有每天认真上班 老板 你每天就可以算得更清楚 到底谁认真 谁不认真 自己的每一台设备的现代状况 去算出更好的摊体 然后可以把国外客人的进度 或国内客人的进度 抓得更精准啦 所以各位老公朋友 你每天下班的时候呢 要检查你的设备 你就再也不需要 写一些持本表单啦 你就只要拿着手机 拿着你的iPad 在你的面前将你点来点去 那就可以完成提早下班 开心 老板在蹲厕所的时候 马上就看得到 开心 机器出现异常 品管人员马上发现 开心 机器耗台时间到了 提前通知保养 开心 人工的手被夹到 那各位看超人生的朋友们 如果你想要试玩一下 这个人生模拟工厂的话 或者是你要试试一下 你的工厂到底适不适合 你都可以去这个地方注册 注册完之后呢 上面就会有一些什么CNC的 射出的 车床的 就各种不一样的机器 你可以先看看 你适不适合使用 再来考虑你要不要进入 智慧工厂的年代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超人生少年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大家好 真的不用太在意什么 工业几点几 5.34.5 8.75 只是就是多个手机 然后多一些数据化 让你公司可以做得更快速 让你的事情可以做得更精准 就这么简单 大家千万不要有太多的奇怪刻板印象 像我们最近就在研究 像蚂蚁庆主持 研究这个蚂蚁怎么工作的 然后我们公司就要学他们一起工作 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看我们的工具 专门